日本在家躺平的百烂女生 整日沉迷喝酒追剧看漫画 你知道一天能有多颓废吗 中午11点 今年25岁的大猪蹄子 才慢慢悠悠从床上醒来 蹄子是东京的一名歌手 由于已经将近四个月没接到过工作 为此他这段时间都是睡到自然醒 蹄子起床后 会先去简单做个早晨护肤 怎么说自身职业也是歌手 哪怕不用出门也要保持形象 完事蹄子就该把一星期的脏衣服 通通都丢进洗衣机 蹄子一般不会固定多久洗一次 反正只要堆到没有地方放就行 等蹄子换完衣服从卫生间出来 就是他的化妆时间 尽管不会像演出那样化得很精致 可淡妆还是必不可少的 把这些琐事搞定后 蹄子就可以去吃早餐了 因为近期处于零收入状态 所以蹄子在饮食上很随意 例如这餐就是一个吃剩的三明治 还有一杯牛奶而已 用微波炉加热好三明治 蹄子习惯一边吃一边追剧 在出租屋躺平的这几个月里 追剧是蹄子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 解决完早餐 蹄子去刷三分钟牙齿 他就要打开电脑 看看有没有什么兼职 主要是积蓄所剩无几 再不赚点钱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当然 即使有货蹄子也从来不必去干 毕竟从歌手到零食工落差感实在太大 蹄子随便找了一圈 就出去超市采购东西 蹄子现在是每周出门一次 然后买完一个星期的日用品和食材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啤酒不能少 回到家把东西都放好 蹄子来客厅喝两口啤酒放松 就要去厨房弄一点菜下酒了 日本人喝酒跟我们有所不同 他们更加喜欢用主食来配酒 像蹄子此时做的就是一份煎酒 不得不说看起来还挺有食欲 一切准备妥当 蹄子就会来到客厅开喝 作为一名接不到工作的歌手 蹄子什么都不多时间最多 因此他每天这个点都会买醉 蹄子原本的职业是一名故事 然而他觉得工作不自由 就转行成为了一名歌手 起初工作量也还算不错 维持日常开销完全没问题 只是近几个月经纪公司经营不善 连一场演出都没帮蹄子接到 导致他整个人备受打击 于是便选择在出租房躺平摆满 整日除了追剧喝酒就是看漫画 几瓶酒下肚 蹄子倒头就在沙发睡着 时间来到傍晚七点 蹄子才再次起身 蹄子每次喝醉醒过来 都喜欢去泡澡清醒清醒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我就帮大家跳过 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 蹄子会再次拿起瓶酒 躺在沙发追剧喝酒看书 蹄子直言 虽然自己也不喜欢这种生活 但是实在接不到工作 至于兼职前省又行 蹄子压根没有耐心干 如今唯有暂时什么都不想 彻彻底底放空一下在打算 实在不行就只能考虑转行 在客厅喝到晚上十二点 蹄子就会回房间坐拉伸看书 实在熬不动后他就会睡觉了 这就是日本百烂女生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